55屆的金鐘獎昨天登場 重新走紅毯也是焦點之一 包括白家綺啊 還有天心等等的都大受好身材 帶您起來看 最美的韻媽 和GINO一起攜手走紅毯 白家綺一起大紅禮服 搭配性感暴露 外加逆天大長腿 尤其的是懷有第四台的白家綺 更以紅色禮服揭曉寶寶性別 那就來個在紅毯上面揭曉 讓皆大歡喜 隨後出場的是八點檔女神曾婉婷 黑色肖間禮服走氣直風 另外吳宗憲的女兒吳山盧 則是身穿黃色高叉禮服 搭配優雅包頭髮型 立拼得獎要給爸爸當生日禮物 而首度陸圍女配角的袁愛妃 更是以長洋裝亮相凸顯 交好身材 而以最佳利益入圍角逐事後的天心 低調黑色禮服也掩蓋不了 二人尚未吸引全場目光 身費禮服搭配要價一千九百萬元的高級珠寶 性感力壓 紅毯群艷 不過好友楊錦華更是驚艷全場 紅色禮服中間開出超美水滴胸 一出場就成了最大焦點 不過要比貴氣墨宇文更是搭配 要價五千一百萬的卡蒂亞珠寶 以奢華風艷鴨眾人 十一屆金鐘獎以碧曲女人 首度入圍就獲得戲劇節目 女主角的殊榮 而另外以超夯華劇 想見你入圍的柯家宴 黑色氣質洋裝螞蟻藥 展露無遺 一旁的許光和一身帥氣西裝 更是引起許太太們的瘋狂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兩人合唱戰線好歌喉 更為紅毯增添亮點 不過要比帥另外一邊還有張孝全 以誰是被害者和醉夢者 角逐金鐘勢地 當爸爸依舊甩氣不見 另一頭小鮮肉范紹勳 更是以一身酒紅色系皮質西裝 帥氣燈紅毯吸引全場目光 金鐘勿勿重心登場紅毯 比美比帥也讓民眾大飽眼福 記者綜合報導